大家早安 今天是4月1号 星期一 诶 这星期一吗 我天啊 这星期一我昨天忘记录 Ending了 好吧 算了 没关系 今天到底是不是星期一啊 这星期日吧 我觉得是 好吧 没关系 今天还蛮多事情做的 首先呢 要去超市大补货 然后饺子啊那些都差不多吃完了 所以要去买 然后要去买菜 那我现在就先去煮饺子吃 吃完了之后就准备下楼去买菜了 我现在啊正在一边看这个菜谱 然后一边想一下这一周吃什么 然后我就会把吃什么菜给写下来 这样的话我买 我买菜的话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今天吃麻红烧豆腐 再来一个什么菜呢 嗯 虎皮青椒好了 我那天吃了之后我觉得好好吃哦 你们看我今天的饺子 加了很多辣椒 哦 肯定很爽吃起来 我决定现在来吃一个木瓜 你们看这个木瓜好大一个啊 我买大了 拿出我之前买的玻璃碗 不知道坏了没有 切开看一下 嗯 软了 再用勺子把它的这个籽给挖走 这个籽还得是看着头皮发麻 天柠檬再挤上去 吃了 走吧 来吧 相约酒吧 来吧 来吧 我现在在做虎皮青椒 是不是要这样把它按一按一按一按 刚刚豆腐也焯好水了 这个配菜也切好了 做好了我超级喜欢吃虎皮青椒的 所以这次我做了很多 上次我觉得有点不够吃 吃得意犹未尽的 然后这个红烧豆腐呢 我故意让它的汁比较多 因为我喜欢这个汁来泡饭 我再看法正先锋二 我还勾了一下芡 这样它的汤会稍微浓稠一点 这样和饭吃 我花了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把这本书看完了 这是东野龟我写的恶意 我妈一直反转 一直反转 一直反转 然后到最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其实我还蛮喜欢看这类型的小说的 然后现在已经快十二点钟了 我准备去洗一下睡觉了 明天见吧 嘿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 明天今天要拍视频 现在刚洗完头 我想给大家吐槽的就是 我买的这个面包有多难吃 我这次啊就是因为它比那个加顿 那个便宜九毛钱 我就说那就试一下这个吧 我想面包应该都差不多吧 结果这个超难吃 水分很多 有点奶香味比较重 然后很甜 如果你们喜欢吃很甜的东西 说不定会喜欢这个 然后啊现在我准备去拍视频了 晚一点见吧 等一下我的咖啡机会到 我也有点期待 你们看我换了新床单 虽然皱皱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床单洗出来那么皱啊 但是白色真的好看好多 比那个黄色 我真的受不了那个黄色的床单 嘿 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拍我的 一到三月的爱用品分享 但是你们可以听到装修的声音吗 不让我的皮肤看起来 我觉得在我脸上啊 它最大的效果 啊 我刚刚真的非常艰难的拍完了我的视频 现在 现在终于可以拆快递了 耶啊好重啊 我的咖啡机到了 我还是买了咖啡机 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再喝酸的咖啡了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送了一盒这种胶囊的试用 就是这样的 我买的是奶白色 它是有点复古奶白的这种 有点微微的黄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操作 只有两个按键的这种 然后这个拉起来就是放那个胶囊在里面 太棒了 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喝速溶咖啡了 我买的奶泡机也到了 我买的是这个牌子的 还送了超多东西 因为今天呢我比较忙没有时间做饭 所以我叫了外卖 我吃完外卖之后呢我就要去剪片了 然后我又叫了这个万利剂 这次我叫的是不同店的 希望比较好吃 还叫了鸡翅 嗯已经不脆了 没有很好吃 一般吧 你们看我穿这件粉色衣服 跟后面的沙发融为一体了 我一边吃电视一边看 一边吃电视一边看 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看 一边吃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然后呢我准备出去买菜了 我想早一点去买 买一只土鸡 回来煲汤 煲花椒鸡汤 花椒我已经泡了两个晚上了 已经泡好了 那我选一只小一点的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鸡啊 三个花码 从晚上的变巴里中间 被骨头的地方开始刮 好 开始看 都累死了 都省省力啥 好冷哦 好的哈 下海来哦 倒这后头尖椒去 你看很容易看的 还容易啊你看 嗯好像突然毁了 现在把这个鸡焯一刀水 然后就捞起来 再洗一洗 这个是我泡了两个晚上的花椒 泡的超级厚的 现在准备把这个丢到鸡里面去煮 我的花椒鸡汤炖好了 你们看 好多花椒 我现在我今天就要把它吃光 你们看我今天的晚餐 然后我还弄了这个辣椒油 喝酱油 然后就蘸这个来吃 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餐 烤了两片面包 然后切了一个火龙果 嗨 我正在拆快递 约我照片的相框到了 有一个袋子 然后里面应该就是相框 我选了这一张 我选了这一张 这个放在这里会不会显得我非常自恋呢 我之前买的这个都要腰了 所以我决定今天把它们弄成橙汁来喝吧 不然四个我一下子吃不完 这个算临时爆佛脚吗 星期四的晚上我才在剪明天马上就要发的blog 我刚刚不是我在剪片吗 看到自己吃那些东西那么香 我瞬间就饿了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做一个水汁肉片来吃 然后再把昨天炖的花椒鸡的花椒给它吃光 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我只做了一个菜 因为等下还有花椒 接着那个花椒 所以那个也算一个菜 好久没有吃肉了我觉得 刚刚把昨天的花菜没有吃完的给它放了进去 我刚已经吃了爆好吃 超下饭的这个 吃完饭我就要去剪片了 好烦啊我不想剪片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的螺蛳粉到了 我真的好感动啊 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吃螺蛳粉了 三个月是什么概念 螺蛳粉我回来了 哈喽大家 跟你们说一件很恐怖的事哦 我今天一打开冰箱就看到一只蟑螂 吓得我真是心脏都停了一秒 然后呢现在它在那一个缝隙里面 然后它的触角就一直在那边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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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要疯了我想打它 可是我好怕呀 做的电文派我想用这个电视台 不知道应该不太行吧我觉得 现在是12点18分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还在跟它对峙着 我只敢这样远远的坐着 然后它还在那个里面呢 我不懂为什么它一直在那个里面不走 我真的好痛苦哦 我真的好痛苦哦 好了我不管它了 决定我要拿出我的螺蛳粉 我要去煮螺蛳粉吃咯开心 我的小奶锅终于派上用场 用这种锅吃螺蛳粉了 听说会更好吃 让我们畅想快乐之锅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我今天非常懒惰不想做晚餐 所以我就吃这个花椒 今天煮螺蛳粉剩的那个汤啊 我又自己煮了米粉进去 我想说啊 用吃过一次螺蛳粉的汤 再煮这个粉 还是一样好吃 我该到了这个新办法 现在我准备看小偷家族 另外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那只蟑螂 它还在那里 哈哈哈哈哈哈 想不到吧 我竟然叫了外卖 买了一个芥末味的薯片 因为我很喜欢吃芥末 买了牛奶 还有面包 还有饼干 最后还买了梦中雪糕 我买的是这个味的 这个视频被我妈看到的话 我妈肯定会说 不要吃饼捏 不要吃人捏 一些东西吃多了不好 偶尔吃一次吗 我很久没有吃过了 我真的很久没有吃过了 我喜欢它外面有这个脆脆 已经化了 不好吃了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芥末味的薯片 刚刚那个雪糕不好吃 浩天 这个是我买来下午茶 配茶呀 或者配咖啡的时候吃的 我已经胖了 你真的不能再吃 啊有蚊子 拿出我的电蚊拍 去哪了 嗯 昨天我手上还被蚊子咬了两个大包呢 太好了 嗯 又不见了 嗯 好吃好吃 这个放着明天吃 让你找胖子 明天见吧大家 哈喽大家 我又给自己做了一个早餐 这算是我给自己做的早餐吗 我买了这个咖啡机之后啊 每天都试不同的咖啡来喝 做咖啡的时候那个咖啡的香气 哇我觉得好开心哦 这样咖啡渣可以当做很好的肥料 所以我准备把它全部挖出来 然后放到我的花里 哈喽大家我今天出去大采购 你们看我买了好多水果 我还买了超多零食 还买了这个明智的雪糕 现在是半夜三点多吧 我有蚊子咬醒了 好痒 你们看得到我鼻子这里吗 看到没有鼻子这边总的超大一个包的 这里也被咬了 打好多蚊子啊 这下疯了 肿得又痒又麻的 大家中午好 我今天我决定不喝咖啡 我要来喝茶 昨天我买了山楂 柠檬玫瑰还有胎菊 现在来泡一个水果花红茶 放点山楂 这个柠檬片好香 放一片就好了 红枣去核 太难去了不去了 现在茶煮好了 再次暖杯 我真的太害怕这个玻璃会爆了 今天我要做的菜是土豆烧牛肉 用水泡了三个小时 这个牛肉啊光焯了水 都闻的好香好香好香 现在准备来炒上糖色 现在这个牛肉啊已经炖到一半吧 然后再把土豆给它加进去 早早就不切那么多土豆 咕噜咕噜第二蛋 这是炖土豆 牛肉在哪啊 我看不见牛肉在哪 我发现咧 我每次用这个土豆炖肉 麦香都会特别差 那个土豆不管我多久放 它都会融成一坨一坨一坨的 然后我现在在看喜悦路 干杯 我想念我的黄豆烧肉了 我决定我明天要做黄豆焖排骨 好看这样吃了 大家晚点去吧 好看 好看